当说到顶级域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我想你大概会想到每次输入网站网址那一串www开头字母最末尾的后缀.com.net.org 或者是一些国家的缩写,比如说.uk.us.gp.cn.au.de 但是除了这些域名,你应该还见过以下这些域名.ai.tv.io.me.ly 如果对以上问题你都抱有肯定的答案,那么你又是否见过带有以下后缀的域名呢? 如果你对这些不太清楚,或怀疑它们作为域名的有效性,那千万别走开。 这期和随后的影片,咱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关于顶级域名背后的故事。 那些被掩盖在字母缩写之下的,可能包含了历史,科技,商业,战争,殖民,自由,以及网络安全等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讲故事之前,让我们首先来搞清楚一些需要用到的基本概念。 对于有些迷茫的小伙伴,让我们首先来说明一下什么是域名。 用通词的话说,域名就是互联网上网站的地址,就像你家的地址一样,它是一个独一无二又容易记忆的名称。 例如3w.google.com,又例如3w.youtube.com。 当你在浏览器中输入域名时,浏览器会把你带到域名所在的网站。 就像你输入你朋友家的地址,地图会把你导航到他家一样。 而顶级域名,简称TLD,就是域名最右侧由字符点隔开的部分。 拿澳大利亚政府官方网站为例,从右往左依次是顶级域名,二级域名和三级域名,彼此类推。 不同等级的域名间是由字符点隔开的,等级从右往左依次降低。 但是在实践中,我们都知道,不是所有字母组合都是有效的顶级域名的。 那么,又有哪些字母组合是顶级域名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管理和分配顶级域名的组织iCAN。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非盈利组织,就是它决定着什么是有效的顶级域名。 如果你上到他们的网站,打开iANA跟数据库,其中就记录着1000多个有效的顶级域名。 这些顶级域名可以分为不同种类,最主要与最常见是以下两大类。 首先是通用顶级域名,这些是最常见的顶级域名,通常用于广泛的互联网网站中。 一些常见的通用顶级域名包括.com.org.net,然后是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这些顶级域名与特定国家或地区相关联,通常由该国家或地区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 上面说到ICAN负责协调和管理顶级域名,所以不要搞错,ICAN只是一个监督和协调以及制定政策的机构,它不拥有顶级域名的所有权。 传统来说,顶级域名的所有者一般是注册局,国家或地区政府。 比如说,著名的注册局Verisign Global Registry Services,就拥有顶级域名.com和.net的所有权。 而一般国家代码顶级域名,通常是由国家或地区政府拥有和管理的,例如.us,.uk,.cn等。 这些政府通过指定的注册局来管理相应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例如顶级域名.cn就由中国工信部统一管理,而任何人,企业或组织想要使用某一顶级域名作为其网站网址的后缀,就必须向域名所有者注册以及购买。 说是购买,其实更多的时候更像是租赁,因为一旦你停缴费用,你就会失去使用此顶级域名的使用权。 当然,对于我们普通人和企业来说,想要建立自己的网站,购买网站的域名,从来不需要直接和注册局或政府部门打交道。 比如说,我想买一个3w.phx.com的域名,作为我新网站的域名,我会直接到go daddy,name cheap,name silo,google domain,去购买这个域名。 当然,在我做这期影片的时候,谷歌刚将它的google domain服务关闭,并卖给了square space。 说回正题,这些贩售域名的公司也被叫做注册商,你可以把它们想成顶级域名的分销商或零售商,充当厂家,也就是注册局。 或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也就是说,注册商会代替我与.com的所有者Verisign公司联系,并确认3w.phx.com的域名没有被使用,然后向Verisign注册我的域名。 当然,一个公司可以既是注册局,也是注册商,不但分销别人的商品,也卖自家的货物。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网络时代,顶级域名也是一种经济资源,拥有无限的商业价值。 在对顶级域名有个基本了解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前面我们介绍了,顶级域名其中的一个大类,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它的应用始于1985年,如果一个国家被列入国际国家代码标准的国际名单中,那么它将被分配到一个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你所常见的很多网站所使用的顶级域名,例如.tv.ai.io.nu.me.ly.sy,其实都是属于国家代码顶级域名的。 接下来,我们就依次来讲一讲这些域名背后的故事。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现今最火的域名,.ai。 毕竟近两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呈井喷石发展,不仅有stability.ai,elon musk的x.ai,和character.ai,observe.ai,atomic.ai等热门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抢占.ai域名。 许多科技巨头也赶着以AI结为自己的网站,google.ai,facebook.ai,和microsoft.ai会将访问者引导到公司的人工智能网页。 而AI其实是安归拉的国家代码,而安归拉则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英国海外领土,位于波多黎戈以东约100英里处,靠近英属维京群岛。 该领土的总陆地面积为91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万,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旅游业。 对于安归拉来说,域名的买卖是一项大生意。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有专家估计,安归拉将在2023年从域名注册中获得2500万至3000万美元的收入。 而该领土在2021年的经常性收入也只有2.6365亿东加勒比元,约9756万美元。 而2023年,安归拉预计的经常性收入为2.4593亿东加勒比元,约91万美元。 这就意味着即使是2500万美元的预估下限,域名注册也将给安归拉带来超过四分之一的收入。 AI域名的兴起也就是近几年。 在这之前,早就有国家从顶级域名中获得了不菲的经济利益。 蒙特内戈罗,也就是黑山,就是其中之一。 在2006年独立以后,黑山被分配了国家域名,它的国家域名是.me,在英语中是我的意思。 对于个人网站来说,这是再贴切不过的后缀了,连Facebook也购买了fb.me的域名。 点me后缀不仅吸引了英语国家,还覆盖了前南斯拉夫,意大利和西班牙语国家。 因为这些地方的me字母具有与英语相似的含义。 黑山通过出售其顶级国家域名,为国家带来了许多财政收入。 和黑山一样的,还有太平洋的岛国图瓦卢。 它位于太平洋中部,由33个珊瑚岛屿组成,总面积仅为26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为1.1万人。 它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恰好为.tv。 这个幸运的缩写正好是电视TV的意思。 由于直播节目和近期视频游戏的兴起,这个域名十分受流媒体平台的青睐。 我们熟知的域名就有著名的游戏直播平台twitch.tv和视频平台bilibili.tv。 但是与黑山不同的是,图瓦卢由于远离大陆,人口稀少,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因为没有能力维护与管理自己的顶级域名。 在2021年之前,这个顶级域名是由Verisign公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拥有如.com,.net等顶级域名所有权的美国公司管理与授权的。 而Verisign则每年向图瓦卢支付大约500万美元的费用。 虽然有些人指出,这笔费用在Verisign公司从.tv域名中所赚取的商业总力以前显得微不足道, 但这笔费用却是图瓦卢GDP6000万美元的十二分之一。 要知道,在2011年重新商议与签订合同之前,Verisign公司每年向图瓦卢只支付大约100到200万美元的费用。 而在2010年的一场到TV域名拍卖会上,这个顶级域名就拍出了超过40万美元的收益。 而图瓦卢每分每秒都挣扎在生存与灭亡的边缘。 因而有许多人认为,这是资本对弱小国家的剥削与殖民。 在2021年与Verisign的第二份合同到期后,图瓦卢选择了前面我们说到的美国互联网巨头GoDaddy作为新的注册局, 来管理到TV域名的注册与授权。 尽管图瓦卢政府尚未提供合同的具体金额,但专家表示, 极可能每年可以从该域名中获得高达1000万美元的收入。 对于图瓦卢来说,能争取到更好的合同并享受到一些国家域名所带来的福利, 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但对于和图瓦卢同样位于南太平洋上的纽埃,故事就不那么顺利了。 纽埃位于南太平洋,距离新西兰东北约2400公里, 是新西兰的一个自负盈亏的自治领土。 纽埃的陆地面积约为261平方公里,人口以玻利尼西亚人为主, 2016年时大约有1600人,它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是.nu。 .nu在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非常流行, 因为在这些国家的通用语言中,nu意为现在。 第一个认识到.nu域名前例的,是一个叫比尔·塞米奇的美国人, 他是马赛诸塞州一名杂志编辑。 由于当地的人根本不了解互联网潜藏的价值, 于是当1997年塞米奇来到纽埃时, 他很容易地与纽埃签署了一项备忘录。 比尔·塞米奇的非盈利性组织, 纽埃互联网用户协会, 因此获得了运营并出售.nu域名的权利。 相应的,塞米奇答应为岛上居民提供全国范围内的免费无线网络。 纽埃政府还表示,塞米奇同意支付收入的25%给纽埃, 但塞米奇后来否认了这一点。 三年以后的2000年, 纽埃政府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百万美元的生意, 取消了最初的协议并通过立法要求达成一项新的正式协议, 但却没能实现。 此后,他们一直在与比尔·塞米奇打官司, 希望拿回自己国家顶级域名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毕竟,对于纽埃这样的需要依赖外国援助的小国家, 域名所带来的收入,意味着小岛的财政独立和岛上居民更好的生活。 纽埃在2020年去世的前总理托克·塔拉吉, 一直在为拿回自己国家的域名而努力。 他曾将纽埃的遭遇描述为一种新殖民主义, 一种数字殖民主义, 这就好像殖民时代, 殖民大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购买大片有价值的土地一样。 2013年, 比尔赛米奇将.nu的管理与控制权转让给了瑞典互联网基金会, 这是一个位于瑞典独立的公共服务组织, 该组织还管理着瑞典的.se国家顶级域名。 对纽埃人来说, 这实际上是将对一个国家资源的控制权转让给了另一个国家。 纽埃在2018年发起的法律战争失败, 未能重新获得对其互联网域名的控制权。 在2020年12月, 纽埃宣布已经启动了一项程序, 要求ICAN将顶级域名重新委托预期控制, 以.nu为后缀的域名有约40万个, 其中15万个位于瑞典, 它的拥有者从中赚取了巨大的利润, 但它所代表的国家纽埃却没有从中得到过一分钱。 有专家估计, 由于从未掌控其国家域名, 纽埃在过去的18年中估计损失了约1.5亿美元。 不仅如此, 在2004年一份来自于总部位于美国的 Secure Computing的顾问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称, 当年在.nu域名下注册着290万个色情网页, 这与信仰深厚的太平洋小国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剧烈冲突, 毕竟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自己国家的代码与色情网站联系在一起。 但你可能会想, 至少当年比尔赛米奇承诺了为岛上不到2000名居民 提供全国范围内的免费无线网络, 毕竟他这一承诺在当时还受到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这个更是一言难尽。 紐埃总理托克塔拉吉在2011年接受澳大利亚广播电台采访时这样说道, 互联网服务不可靠,不覆盖整个岛屿, 如果你想在家里连接互联网服务,你必须付费。 据我了解, 有些人为了安装WiFi付出了高达3000美元的费用。 据塔拉吉称, 由比尔赛米奇的非引力性组织提供的WiFi网络, 并没有覆盖岛上的每个村庄, 用户必须支付费用。 这个所谓的免费国家无线网络, 既不免费也不覆盖全国。 根据塔拉吉的说法, 互联网不可靠得如此严重, 以至于纽埃政府不得不亲自动手, 建立自己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而那时, 距离比尔赛米奇承诺提供全国覆盖的免费无线网络, 已经过去了14年了。 如果说小岛纽埃的故事最多是商业欺诈, 或是资本对原住民的剥削, 那关于顶级域名.io的故事就黑暗得多了。 .io顶级域名在科技公司中颇受欢迎, 因为它让人联想到计算机科学中的io缩写, 这是一个常见的术语, 代表输入、输出及发送和接收数据的过程。 加密货币公司和销售NFT的公司, 经常选择到io网址作为其交易平台, 而许多开源项目、在线游戏和网络服务, 也都在自己的域名中使用它, 因此它的价格也一度格外昂贵。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io是英属印度洋领地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英属印度洋领地,简称BIOT, 是联合王国的海外领土, 位于印度洋中部, 介于坦桑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 也被称为查格斯群岛, 原来是属于毛里求斯的。 毛里求斯在1810年到1968年间, 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英国授予毛里求斯独立的三年前, 也就是1965年, 英国简单粗暴地将查格斯群岛 从毛里求斯分离出来, 组成了英属印度洋领地BIOT。 在决定将查格斯群岛 从毛里求斯分离出来的几周后, 联合国大会就于1965年12月16日 通过了第2066号决议, 指出这一行为违反了国际惯例法。 根据国际法规, 当授予前殖民地独立时, 必须将该独立权授予殖民地的所有部分, 是不可以随意切割殖民地的领土, 来保留自己想要的部分的。 但管不住, 英国还是这么做了。 但比切割更糟糕的是, 英国在这之后还做了另一件更过分的事情, 那就是在1968年至1973年间, 驱逐了所有查格斯群岛上的原住民。 在这之前, 查格斯群岛上大约有2000名原始居民, 他们大多数人被送到毛里求斯生活, 他们被英国人轻蔑地称作泰山和星期五, 被强迫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但你问英国为什么这么做? 那是因为英国与美国在此之前, 早已达成了一份秘密协议, 答应为美国提供一个无人岛, 供美国建设军事基地使用, 并以此来交换相对应的利益。 为什么在此地建设军事基地呢? 很简单, 在冷战的世界大格局下, 这里是印度洋中心一个极具战略位置的地方, 毕竟它紧邻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路之一。 于是,美国海军于1971年开始在那里建设基地, 该基地至今仍然存在。 而现在, 查克斯群岛当地的唯一居民是英国和美国的军事人员, 以及相关的承包商。 除了极少数人外, 大都受美国政府指挥。 岛上的空军基地曾用于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轰炸行动。 而更黑暗的是, 在911以后, 查克斯群岛的迭哥加西亚岛上的美国军事基地, 后来还被爆出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用作对犯人进行拷打和折磨的黑监狱。 就像美国在古巴的关塔纳摩基地一样, 这里似乎成为了一个法外之地。 顺带说一下, 当年马航370失踪, 有一部分人就深信马航370就曾被指示降落在该基地。 当然, 这样的说法也被官方否认。 所以说现在, 如果我告诉你, 查克斯群岛的原住民们, 没有从DOTIO域名中获得一分钱, 尽管这个顶级域名代表着他们的家园, 你一定不会感到意外了。 现在, DOTIO顶级域名是由一家英国名为互联网计算机局的私营公司拥有并管理。 它曾经由一位名叫保罗·凯恩的企业家经营, 这家公司旗下还运营着其他两个英国属地阿森松岛和圣赫勒纳岛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DOTAC和DOTSH。 直到今天, 流放的查克斯人仍在努力返回自己的家乡, 并称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反人类的行为。 在2019年, 联合国讨论并投票决定查克斯群岛 合法属于毛里求斯领土。 根据决议和国际法院的裁决, 英国必须将该岛屿归还给查克斯人。 The United Kingdom is under an obligation to bring an end to its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agos Archipelago as rapidly as possible. 然而,英国否认这一点, 坚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 庆幸的是, 终于在去年的11月, 英国和毛里求斯 以同意就查克斯群岛的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至于谈判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域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对于很多微型的小国家来说更是经济的支柱, 但也有许多人认为, 这中间隐藏着许多对弱小国家的剥削与殖民, 并称这是新时代的数字殖民。 比如网络上就有许多人, 反对公司注册以到IO为结尾的域名, 因为它代表了对查克斯群岛原住民的持续压迫。 不知道大家在读完了这样的故事后, 又有怎样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我们下支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